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潔進入基隆和平島天險攻參拜五險大地 在823砲站紀念日隔天造訪基隆和平島賴清德有感而發的表示過去都是為民主打拼未來他如果有機會帶領國家將為和平奮鬥捍衛台灣民主自由讓後代子子孫孫能繼續在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 除了我祈求無憲民我們大家的保庇平平安可以這樣順利發展企劃我願意向大家報告未來我如果有機會帶領這個國家 我們過去是為民主打拼未來為和平混添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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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世代代的土地 安基農業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賴靖德也再次向大家推薦 平民律師出身的鄭文廷 賴靖德強調兩人有相同背景 也都為理想投入政治工作 在台灣面臨各種威脅挑戰的情況下 他相信鄭文廷會與他一起 站在第一線守護台灣民主自由 鄭文廷律師 如果我都順利進一國會 除了他可以發揮他的專業 文章 穿經濟戰的精神 尤其東南基南的建設計劃 在台灣面對著國際社會 種種的條件 特別是副業百販的 勢力的威嚇的時候 他一樣要站在一起 跟著這個平坚倒邊打拼 讓台灣可以修圖我們的主權計劃 可以促進台灣民主 好朋友和歡迎我們 陪同賴靖德參拜天險公的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呼籲大家支持賴靖德與鄭文廷 讓國家與地方都能有更好的發展 賴總統未來的治國藍圖 就是追求民主和平繁榮的決心 那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重要的拼圖 就是我們鄭文廷律師 也是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我們未來在追求和平的路上 絕對不能缺少鄭律師的幫忙 你說對不對 加油 鄭文廷則表示 如果賴靖德入主總統府 他也順利當選立委 第一件事就是希望 基隆捷運可以在他們的任期內動工 對此賴靖德也給予正面回應 賴總統哭聲在外面 他是雞人人 他也就是說 雞人的建設要勝於一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拜託我們賴總統 讓我們雞人建文 比賴總統和鄭文廷 前一年的四年任期內裡 跟基隆捷運擔當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我們這個副總統就站在我旁邊 我現在可以請教我們代副總統 這件事可以當然嗎 好 到底來打拚 打拚 好 我總統都算我們 中外面說總統有沒有 好 記者 張綺騰 基隆報導 總算 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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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打拚